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菩提心 下面我们学习《入行论散说爱》 其中现在讲的内容就是说 折破有实质的光明 也就是说 昨天前面已经讲了所谓的世间八法 名为利养 都没有任何实质 就像我们在做梦的时候 享受外境的快乐一样 没有任何实义 下面有些人觉得这个名为名养 还有点实质 有一点意义 那这种想法也是不合理的 下面进行折破 颂词当中这样说的 为力能何明 尽罪并修佛 然为利养成佛金恶当身 有些人这样认为所谓的利养 前面已经破了 就是名为利养而愤怒不合理的 但是他们认为也不一定有那么严重 所谓的利养 大家都知道别人对你的恭敬 供养 财富 名声等等 这些应该在我们修行过程当中 还是有一定的必要 他认为所谓的利养 在修行当中的一种顺缘 如果有了顺缘以后 可以逐留在这个世间当中 就是长久存活 并且依靠这样的利养 能净除一些罪障 比如说依靠财富 他可以共生 然后解救一些贫困者的困难 还有上供下施 造寺院 造福塔等等 就是残除罪障 积累资粮 有很多的利益 他们认为应该有很多的利益 有关经典和论典当中也说了 行持佛法的人如果长期注释的话 那么善法的相续不断地增扎 有这种说法 因此制止我们利养的时候 别人制止我们利养的时候 我们不愿意失去利养 因此对别人生起嗔恨心 有些人有这种说法 但是这种说法 我们经过详细的观察以后 觉得是不合理的 怎么不合理呢 如果为了获得这样的利养 为了获得利养的时候 可能有些人在中间给你制造违缘 造一些障碍 那个时候你对他进行生嗔恨心 那这样不仅没办法净除罪障和积累福德 而且依靠这样的行为 因为我们前面也讲了 如果对菩萨或者对对境生起一刹那间的嗔恨心 那么前界的福德全部摧毁的 所以这个过患是非常非常可怕的 龙猛菩萨在《大智度论》第五卷当中 也有这样的说法 所谓的利养它是断颂解脱妙牙的兵报 然后偷窃一切善法的刀子 有这样的说明 所以我们如果真正对方生起嗔恨心 那我们自己的罪业全部增长了 福德全部灭尽了 不但没有任何利益 而且对修行来讲 有很大很大的障碍 所以说 我们一定要断除这种利养 这一点也非常重要的确有些人是这样想的 我现在到外面去花园 跟很多人搞好关系 然后得到了一些地位 名声 财产 尤其是这个财产可以跟上供下侍做很多很多的佛德 做这种福德应该说是有必要的 但是我们想在为了搞利养的过程当中 如果你对别人生起嗔恨心 生起嫉妒心 产生烦恼 那么你所得了这种有乐的财产 还没有搞好功德的时候 你的善根全部已经摧毁了 这样一来没有任何实在的意义 所以以前阿底峡尊者也是这样说了 所谓的修行人经常用利养来残附者 如果从利养当中获得解脱 那就是所谓的人种莲花应该清净无然的人 因此我们尤其是初学者 初学者有些修行人来讲一定要 首先要观察自己的相续 尤其是获得了一些弥养的财产 的的确确对你来讲 不一定是修行的顺缘 表面上看来刚开始的时候 可能你想依靠这种财富来 想起了一些资粮 但逐渐逐渐 人的贪欲不断地增长 然后知足少欲的心 越来越就已经消失殆尽 最后自己所得到的什么呢 就是罪业 所以我们刚开始的有些初学者 讲应该尽量处于一种比较清白的生活状态 这是非常重要 以前唐代的一些高僧 他们已经开悟完了以后 还跟着上师 大概十几年当中不离开的 这种公案也是比较多的 我们藏传佛教当中也是 包括大圆满的这些祖师 像昔日桑 贱纳斯扎 他们的历史当中看 他们是本来非常离根者的 但是他们一直上师的 开悟之后 还要经过一段时间 在上师面前不离开的 所以有些人刚开始提完头以后 马上到城市里面去 有些居士 为了自己得到一些利养 中间搞各种各样非法的行为 这是非常没有意义的 如果你非要做一些非法 最好不要依靠三宝的财产 以三宝的名义来欺骗众生的确是没有多大的意义 所以说 我们应该要修持非常清净的修行人 这是非常难得 当然每一个人刚开始的时候 比如说刚开始出家 刚开始当居士 应该说有一些这方面的主义精神 但时间长了以后 就是有个别的人 逐渐逐渐自己的道行推舍 这种情况也是有的 所以我们应该作为修行人 过比较清净的生活 也是很重要的 昨天星期天的时候 本来我们这边的有些发心人员 应该说非常累 我就随便打一个电话跟一个发心不明的道友问我 说累不累 你们每天这么长的时间上班 说还可以 我说要不要中午的时候我们到县山去吃个火锅 他说最好不要去 我们这个修行人最好不要到这个城市里面去 过的生活清淡一点好 再加上他说对于你的身体来讲也是吃火锅是可能不太好的 因为里面有很多刺激的东西 对整个内藏不太好的 火锅里面有很多上瘾的刺激物不太好 这位道友还是对医学也比较懂 虽然他刚刚出家 刚开始的时候谁都有这种教育别人的心 这一点我不是特别的赞同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的的确确也是到吃素的火锅 也觉得好像破戒了一定要注意啊 刚开始的时候很多人都这样的 但后来我想了想不管怎么样 包括一天清净也是非常难得的 后来我想他的两个教育还是对的 以后应该注意一方面可能很多道友 其他的发行人员也许恨他也不知道 今天这样一说 本来有个很好的机会结果是他说错了 也许确实也这样的 后来我想说我们现在很多的视频里面 大多数都是让人们上瘾的 里面有很多对脾位不好的食物 后来我想在生活上也应该 饮食上可能以后要注意一下 修行上 因为我们已经经过了这么多年的修行 他们刚开始的时候很多的一种 包括我们自己刚来到学院的时候 看见有点点 哎 出家人怎么会这样啊 就是自己觉得一定要所作所为 全部是非常要如法 但经过时间长了以后 完全能做到这样也有点困难 不知道这位修行人在过二十年的时候 如果还继续有这种心态 那我佩服得不得了 不过也应该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 包括几十天或者几年当中 能保持这样的威仪也是非常的难得 所以我们在这里意思就是说 所谓的利养不管怎么样 为了利养而善嗔恨 这是完全不合理的 没有任何理由 若为成熟或福音必退多 为心罪恶是 蛊惑已安在 他这里就是说 如果我们是为了刚才所讲的那样 就是一些不清净的生活 为了如果不清净而生活 然后对他产生这种嗔恨心的话 我们修安忍的心 道性也是会退市的 意思就是说 我们如果是为了名声 当然这是一种不清净的 为名为利养而活着的话 这是不清净的一种生活 然后不清净的这种生活 对别人给我们制造违缘的这些人生嗔恨心的话 我们的暴行和我们的忍辱 会退市的 退多的 这样以后唯一的 行持一些罪业的时长 经常对别人生嗔恨心 你的所作所为 没有什么功德的 整天都是杀生或者说妄语等等 各种罪业的行为当中 那这样人活在这个世间上 有什么样的意义 当然我们也知道 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们 因为每个人的业力和因缘 都是不相同的 这样以后 每一个人的生活的 标准和生活的方式 也有不同的 有些人他的因缘 福报比较不错 众生当中 他有一种清净的机会 过非常简单的生活 有些生活既也复杂 有造恶业为生 这种情况也是有的 所以我们受信人应该 尽量地观察自己的相续 宁可清别 而不愿意着服 意思就是说 你愿意过一个非常简单 普普通通的生活 最好不要过一些 对自己的来世有害的 罪业有关的 这样的生活的确也是没有 如果我们整天都是活在这个世间上 然后造作恶业的话 那就是你住在人间好 还是早一点离开好 这也是很难说的 按照我们藏著的一些比喻当中来讲 一些俗语当中 比如说屠夫 猎人 还有造恶业的一些像山上的柴囊 猫 这些杀害他们没有过失 民间有这样的传说 当然 杀害他们有没有过失的问题呢 如果我们嗔恨心来杀害他们 肯定有过失的 只不过这是民间的一种说法 但是这个话当中 也是充分说明了 我们造恶业的人住在这个世间当中 的的确确也是对他自己和对社会 都没有很大的利益 尤其是造的业非常严重的话 那么我也觉得 尤其是对害人 害众生的这些人 活在人间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他活在这个世间 有什么意义呢 最近前两天 总统萨达姆判的这种叫醒 可能整个全球性 也是一个爆炸性的行为 大家都在关心 当然他们关心的事情 跟我们佛教徒关心的情况 也是我觉得完全是不相同的 他们通过他的判行 公正不公正等等 各国 世界各国的人一直在评论 这个对我们来讲是没有关心的 但是我作为一个佛教徒的角度来讲 有时的确是别人说 他一辈子当中造的罪 犯人类罪 杀害多少人 起多少个战争 这样说起来的话 当他这样的事情 对他个人来讲 如果他就释放 或者再继续杀害很多人 那不如先离开人间好一点 当然离开人间以后也是 他的下场都是只有堕落的 没有什么快乐的 但是也可能只有这样好一点 如果是一个好人的话 世间上所有的人也是不会这样的 不过有时候从他的整个生平 刚开始的时候他怎么样混化 他怎么样当军事叉谋长 国家总统 后来一下子被美军抓着 判死刑的这个过程了解的话 有时候也知道是我们人生当中的 身衰和悲欢离合的一些场面 的的确确是我们这个世间 没有什么可信的 不管是你的地位也好 财产也好 什么都没有什么可信的 因此从佛教当中所讲到的 有些自受自保 也就是说自作自受的因果报应 也在即生当中 也应该能现前有这种感觉 那么不管怎么样 我们坐在世间的一个人来讲 如果整天都是为了名为利亚而活着 那么我们作者的一生 早一点还是离开人间好 让他住在这个世间当中 就没有多大的意义 比如说 表面上看起来 他的生活也过得相当不错 而且有财产 有地位 可是他的手段 全部是为了利益众生的 因此有很多行为 造恶业的 那这样的人活在人间 有没有什么意义呢 没有什么意义的 因此我们在座的有些 不管是出家人 在家人 我觉得以后 在这里学习完了以后 以后到自己的人生道路的时候 肯定有很多名为利亚的一些诱惑 但是在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看怎么样 看待 以前上师如意宝解释这个颂词的时候 是这样说过 如果真正是为众生和 为佛法是有利的话 你接受一点名声和利亚 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是为个人的事情的话 那么你的名为利亚 一点意思都是没有的 上师当时宣讲这部论典的时候 他老人家也是说 我不知道我还要活多长时间 不管怎么样 我跟今天学院当中 所有的高僧大德一起发愿 今后如果是为自己的事情的话 我们尽量地控制名为利亚 作为凡夫来讲 当然是有一定的困难 但是尽量地不接受另外利亚 如果你真正察觉到 为众生和为佛法有些利益 当然有一些名声和有一些财富也是未尝不可的 当时上师也是这样讲的 那么我们在座的一些道友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身份 当我们遇到利亚的时候 应该这样对待的 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凡夫人刚开始的时候都是自己也是 的确是我有什么样的利亚 我什么样的财产都是为佛法 为众生 但后来逐渐逐渐我们的道行 原来刚发愿的和后来的行为 有时候会不一定是一致的 不一定平行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 应该用正知正念来观察自己的相续 否则真的有时候非常可怕的 我经常这样想 总的来讲我们即生当中 如果不开悟 不成就的不是特别的妖精 但最关键 害怕一旦在自相续当中 依靠恶知识 或者恶劣环境的因缘 然后产生一些邪见 那么这是非常可怕 古人也是这样讲的 宁可千两不无 但不可一日错漏 所以我想我们世间当中 如果一辈子当中没有开悟的话 都不要紧 我对好好地相信因果 我好好地行持善法 在临终之前应该能开悟 如果临终不能 到中阴的时候也有所希望的 但我们相续当中 如果产生了一些业绩颠倒 或者诽谤上师佛法这样的邪念生起来 那就不可救药 非常的可怕 所以总的希望 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道友 以后自己的道性应该善事善众 认识是非常短暂的 应该在短暂的人生当中 不要变成很多的身份 今天变成一个佛教徒 明天变成一个基督教 再过一段时间 变成一个威武论者 这样以后 自己就没有任何智慧了 就没有任何智慧了 所以在这方面大家一定要观察 自己在上师三宝面前发愿 多祈祷 有时候 我们没有好好祈祷 这个分别念是很容易转变的 分别念改变完了的话 有时候自己也是没有办法控制的 就像发疯了一样 这种情况也是有的 在这种情况必须要依靠佛法和上师三宝的加持 那么下一个颂词是这样的 不应该嗔恨令他人不信者 违谤令他失 我承邦者 如是何不常诽谤他人者 他这里也是对方这样提出的 你们刚才说 利养为了积累资粮和残除罪障 但如果不能生嗔恨的话 还有另外一种理由 这个理由就是说 别人如果对我进行诽谤的话 其他人对我的信心 逐渐逐渐会退失的 如果信心退失的话 《华严经》里面所讲的那样 行为导言功德之母 张言一切诸善法 所以信心一切功德的根源和功德之母 所以如果别人对我退失信心的话 那我不是毁坏了这些人的善根 我就是为了让我的弟子和 所有与我因缘的人生起极大的信心 然后别人对我进行诽谤的时候 我实在是认不了 我为了别人生信心 我不是为自己 为了别人生信心 我对他生嗔恨心 这个理由好像也不错吧 不过有些人可能在这个时候 没有来得及想这些 别人也好 自己也好 什么都不管 那么下面对他回答的时候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你为什么不嗔恨 诽谤其他高僧大德的这些人 因为你主要生嗔恨心的目的 最好是不要给这个人产生邪见 不失坏他的善根和信心 是这样的一个目的 如果是这样的目的 那么这个目的 不一定仅仅是依靠你自己 比如说 有些其他的一些高僧大德 在弘法力生的过程当中 他的事业应该说是非常兴盛的 那个时候其他的人对他产生邪见 或者是对他毁谤 如果对他毁谤的人非常多的话 那么还有许许多多的其他人对他失去信心 坏坏 善根 那这样一来 凡是世界当中 所有的这些高僧大德 受到诽谤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生起嗔恨心 你应该对这些人 也应该像你自己一样生嗔恨心 因为你生嗔恨心的目的 并不是为了自己 就是为了他人不要失去信心 如果真正是这样的理由 别人对别人诽谤的时候 也有相当一部分人 失去信心的 这样你为什么是不忍 但实际上你的行为当中 也恐怕不是这样的 如果真的这样的话 就像以前佛在《毗奈耶经》当中 也有这个公案 舍利子和目犍连 后来受郭格勒格比丘的毁谤 那么你应该对当时的郭格勒格生嗔恨心 但是你恐怕不是这样的 现在也是别的高僧大德 如果受诽谤的时候 你不但不生嗔恨心 反而很高兴地跟着他们 开始说别人的过失 恐怕会有这种情况 那这样你的理由是不是不太充分 好像说别人过失的时候 你就非常的快乐 就是快乐 而说你自己过失的时候 任无可忍 一直对他不满 那这是什么原因 我们通过这种方式来观察 这样观察的时候 的确是我们许许多多的毛病 应该有这种情况 比如说别人一说我的时候 说我的过失也好 说我什么事情 我必须要把这个事情算清楚 要说清楚 才放过别人的 可是我的亲戚和其他人 我还是要执著的 而对我毫无相干的人 不管是说毁谤也好 说他的过失 我们很多人都是不当作一回事 某某人都是对他说过失 我们对他从来都不生嗔恨心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对自己有我所的执著 而并不是真的 像刚才对方所讲的那样 为了别人产生信心 绝对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的生嗔恨心 其实很多都是理由 不充足的 因此寂天菩萨通过方方面面来 摧毁我们相续当中的嗔恨心 我看我们这里的有些道友的确是 以前心态还是嗔恨心是比较严重的 他自己也觉得自己的嗔恨心 谁也无法改变的 有这种感觉 但是现在我们学了 人如安人品一般的时候 很多人的心态 如果真的永远很长下去的话 现在很多都不错了 真的你的性格上还是有一些改变 这是我也是通过其他途径 也是听说别人的一些性格有所改变 从很多方面我也了解 这样以后 我们的学习佛法就是这个目的 很多人的确是在互相 以前好像互相看了以后 马上生嗔恨心 就像毒蛇见到毒蛇一样 互相实在是无法容忍的这种感觉 现在学了这部论典以后 不仅是我们人与人之间 凡是看见任何众生 不容易生起嗔恨心 当然我们相续当中还有很多很多 这很多年以来就像非常富裕的人家的仓库一样 我们的相续当中有许许多多的习气隐藏着 所以这个是最可怕的 一旦他的习气熟醒过来的时候 有时候是很难以克制的 但总而言之大家还是尽量地 用这个殊胜的窍诀来对治 以前我们现在也是 你们可能也听得到吧 很多国外的上师如果有时间的话 把《入行论》全部传完 如果没有时间的话 光是《安忍品》来宣讲 我听说尤其是有一位上师 经常讲《入行论》的《安忍品》的时候 美国人特别喜欢他们觉得 这里很多并不是由一种教证来说明的 这是完全是通过思维 通过道理 通过这种理证来进行分析 这样的分析 我们现在全球上的任何一个人 也是不得不承认的 光是我们用《毗拉业经》里面如是说的 《白业经》里面如是说的 他们不一定承认的 有信仰的人是承认的 但没有信仰的人是不一定承认的 那么现在我们《入行论》 不管是哪一个宗教 不管是有没有信仰 很多人很容易接受 为什么容易接受呢 因为世间上的人不愿意生嗔恨心 这个是有信仰的人也是这样 没有信仰的人也是这样的 除了极个别的一些恐怖分子 可能有些人把嗔恨看作为他们的成就 这种可能是有的 但是大多数的人类来讲 人类都需要和平 需要和谐 大家都这样想 可是你烦恼生起来的时候 谁也没办法控制 这种控制的唯一妙药 现在我们通过这种分析来让智者 所以谁都愿意接受呢 就是理由在这里 那么下面就是说 为此为观他 事故我看人 如是何不忍 烦恼所胜邦 那么下面也是对方的一个疑问 对方因为我们刚才对别人为什么不生起嗔恨心啊 这个原因 对方是这样解释的 他说 如果别人对别人推施信心 产生信心的话 还是对别人有一定的关系 比如说 我对别人要产生信心的话 说明他的行为是如理如法的 然后如果我对他产生嗔恨心或者推施信心的话 他的行为不一定是如法的 因此对他的功德和过失有一定的关系 所以对别人产生嗔恨心还是 怎么说 对别人的话我还是能忍了的 对其他人 如果别人诽谤其他人的时候 我对这些诽谤者不生起嗔恨心 因为他对其他人生诽谤的这两个之间 有一定的因缘 对方的行为或者他们之间有一些复杂的关系 这些都是有一定的因缘 因此别人对别人诽谤我还是能安忍 能看忍 我不生起嗔恨 如果对方这样说的话那么我们就找到一个理由 既然你知道别人对别人的这种嗔恨 你就依靠因缘而所以对他不产生嗔恨 能看忍那这样的话 其实你对我们产生嗔恨心也是有一定的因缘 意思就是说 如是何不忍烦恼所伤 那么这样的话你对我产生嗔恨心 我对别人也可以 我对别人产生嗔恨心 实际上也有一定的因缘 为什么有因缘呢 因为别人对你这种嗔恨心并不是无缘无故的 前面我们也已经讲了 所有的烦恼是依靠因缘而产生的 而且这种因缘依靠前世的因缘 依靠今生的因缘 今生因缘当中有敌人的这些不良行为 还有自己的一些行为 身体等等有很多的因缘聚合 这样一来 那么所谓的烦恼 嗔恨 也是依靠他前世的 依靠他自己的因缘而产生的 就是依靠他自己的因缘而产生的 因此你为什么不能忍呢 应该是值得忍的 因为我们因缘聚合的时候 很多人对这个对境 不一定看得惯的 不管是你的身体也好 对别人的身体 我们整个世间当中最庄严的 最完美的 没有任何过失的身体就是释迦牟尼佛的精神 释迦牟尼佛的这种精神 相好庄严的身体 后来外道的荧光本师 荧光本师他看起来也是 佛的身体非常憔悴 还有有九种不美的具足 他亲自地看见就是这样的 所以这也是对他来讲 有一种因缘 你自己都觉得我从来没有害过他 他为什么对我生缠合心 为什么对我诽谤 就是何这样想的 但是在他的眼里 不一定是这样的 就像我们昨前天讲英明的时候 在你的眼当中有很多前世的好的习气和坏的习气 如果你对这个人之间有一些不好的业果 业的习气 习气存在的话 他的所作所为在你的眼神面前 见到所有不如法的 就是非常坏的人 因为你的眼神看见的时候 你的习气成熟到外面的时候 都会这样的 你看外道荧光的话 应该佛陀如是相好生的 所有成下善亡的众生都根本看不到一点一滴的杂染 但是他的业力现前的时候 他亲自鲜亮地见到不美的状态 所以说 我想我们这个世间当中 应该可以这样说 很多都是以自己的业力现前的 这样以后我们看见 对方的行为不如法的时候 你自己对自己也应该有一种提醒 有一种提示 说不一定别人是坏人 就是我自己的严实出现毛病 我自己的意识出现毛病 虽然以前比如说 施量论 夏达瓦格西 他们都说 我们的贪心和诚心 随着功德和过失而转的 但是这个功德和过失 也是对自己的业力 就是有着密切的关系 所以说我们平常 看见别人的过失的时候 大家也尽量地不要生嗔恨心 首先你反反复复地观察自己 当然我们生嗔恨心的时候 恐怕来不及观察 这种情况倒会有的 但是你是有智慧的人 经常把这些教言 用在自己的生活 每一个教脑当中取得 这样以后对自己的成就 也是有所非常好的顺缘 下一个颂词主要讲破除对亲友方面 造的四种罪 对自己的亲人 如果有人对他不高兴 有人对他当面毁谤 背后说一些恶语 还有对他进行制造违缘 当中有四种罪业 分两个方面来讲 用于对境无害而不应该嗔恨 然后破嗔恨 损害者造罪之人 分两个方面 首先我们应该了解 对三宝的所依摧毁 或者毁谤的时候 也不要生嗔恨心 与佛他想法 毁敌顺毁者 无以不应成 因佛缘珠海 这个颂词 字面上大家应该清楚 对佛像 佛塔 还有佛法 有些人在口里面进行毁谤 实际行动当中就加以坏坏 那这样的时候 我们对对方应该生起悲心 觉得这个人非常可怜的 你看我们世间当中唯一众生的 这个疑惑 三宝所依 三宝所依面前不但是他没有供养 恭敬 顶礼 反而摧毁 毁谤之心 正是这个人是业力现前 非常可怜 我对他应该生起悲悲之心 而千万因为这个因缘而对他产生嗔恨心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三宝所依 从究竟的名言实相来讲 应该就像《宝行论》里面所讲的一样 远离一切损坏的 所谓的三宝都是属于无为法的 从名言现象的角度来讲 也是不管是佛像 佛像 佛像 佛塔 全是无情法 并没有 比如说我们摧毁一个佛像 佛陀并不是 哎 我好痛啊 你把我摧毁了 就没有这种感觉 所以它属于一种无情物 因此你就没有必要特别的伤心 生嗔恨心 有些人开始 家里的有些人信佛教 另外一个人不信佛教 他就跑到佛堂里面去把佛像炸坏了以后 开始大声地哭啊 你为什么这样啊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啊 你为什么把我摧毁的肉 我的佛像都已经如何如何啊 我从此以后给你飞药 这种方式来没有必要对别人生起嗔恨心 为什么呢 因为你如果对他进行嗔恨心 一方面你自己的罪业越来越增长 没有任何的必要 所以另一方面对别人积累的善根不一定增上的 现在世间上的很多人为这件事情也是经常冲突的 但是我们真实佛教的有些原则来讲的话 应该是这样说的 不管是你对佛像 佛塔 佛法摧毁的话 当然不应该对他造罪业 就像《亲友书》里面所讲的一样 《亲友书》里面不管是沙门也好 婆罗门也好 还有父母 上师不应该为他们而造罪业 这是我们说得非常清楚的 你地狱的这种痛苦不可能分担的 因此我们现在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大家也尽量不要生起嗔恨 尤其是现在有些家里面的人不信佛教 经常这方面超得特别厉害 我觉得没有必要 就刚才寂天论师的这个道理来 应该想一想 因为三宝所以实际上没有真实的自信 就是佛陀在《佛经》里面也是这样讲的 若以舍见我 以生求我 此人信邪道 不能见如来 在《金刚经》当中也是这样讲的 因此真正所谓的佛 就是不管是佛还是法 全部是以无为法 或者以灭地所舍的 所以这方面不会有伤害 既然没有伤害的话 你为什么对他生持嗔恨心 如果你对他一样还样的话 很有可能以后没办法舍持他 就没有办法舍持他 因此我们平时 大家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尽量地不要让大家自他禅身犯了 其实如果你真的摧毁这样的话 你不一定离来说他 有时候他自己的因果报应 也觉得也是很容易的 比如说阿富汗的灭佛 后来不久的将来 这些人就受到这个报应了 以前在汉地也出现 三无灭佛的历史也是有 像朗达玛灭佛 这些每一个灭佛法 灭佛像 灭佛经 烧毁佛经的这些情况 后来他们在自身上 也受着报应的 以前在《法院主理》的这本书当中 也是有这样的 在唐代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贫穷的家里 有一个妇女 她的儿子已经出家了 在寺院里面出家了 但后来因为她家里特别贫穷 然后她出去的时候 衣服也非常困难 所谓的小衣 在内衣就非常的困难 后来她跑到儿子的房子里面 有一个特别旧的袈裟 然后她就用上这个 用上这个之后 在外面与她邻居的女人 一起站着的时候 当时她感觉非常不好 后来打雷 把这个女的已经死了 而且打雷烧脚的现象 完全是文字像 不能用法义 不能用的字眼 在她的尸体上也是限制的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 不要说是真正的摧毁三宝 在以轻毁的心态当中 使用了别人出家的衣服 也当场受报应的 这种情况是有的 所以一般来讲 她如果真的摧毁佛像 杀坏佛经 那很有可能今生当中 她会自己受报应的 因此我们没有必要 特别地对她嗔恨心 即使她没有今生当中受报应 也是对来世应该会受报应的 因为这是非常严厉殊胜的对境 但我们的行为 可能有些人不是这样的 就害怕家里的人造恶业 有些人出完家 已经受了居士戒以后 家里的人进行诽谤 摧毁佛法 那个时候就马上过来 那我只有随随家里的人 跟着同流活物 有些就还俗了 有些再也不学佛了 这不是一个行为 应该你自己坚持自己的观点 不要随着家里的人转 这样的话 刚开始的时候 很多人可能不容易接受 他开始诽谤佛法 摧毁佛经 这种情况是可能有的 但逐渐逐渐通过你的真理和发心 慢慢慢慢度化他们 这种情况也是有的 所以我们这个颂词当中 有两个主要的意思 第一个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状态 你的欢喜心不要绕乱 别人对三宝所业进行损害的时候 千万不要去对他进行反抗 原来当时阿富汗的大夫 他们进行摧毁的时候 世界上许许多多的佛教徒也是当时极其犯行 很不满 他们也是准备依靠一些行动来镇压他们的 但是这不是我们佛教徒的一种做法 我们大乘佛教的精神 跟世间的很多宗教和世间的行为 完全是不相同的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 不要以其他宗教和世间的一些习气来开始对付 当然你没有受到损害的话 最好 即使受到损害的时候 你实在是无能为力 你对他产生悲心 对他多念一天金刚萨埵行住 没有必要 你的见解也是跟着他 这样我不学佛了 算了 算了 你不要摧毁佛像 我从此以后再也不看经书了 你再不要烧经 为了保护你 我从此以后再也不学佛 我听说有些居士是这样的 他这样没有必要保 我觉得因为他为了 如果你这样的话 他觉得是最好的一个手段 从此以后你凡是看经书的时候 他马上把经书会烧坏的 不应该这样的 如果他越来越坚强的时候 你也是越来越坚强 我学佛的见解永远也是不可动摇的 你坏佛经没有什么的 你坏就坏吧 这是无情法理 你坏多少也是无所坏的 你坏一个我倒是在寺院里面 再修一个就可以 你坏多少也对我无所谓的话 那么可能家人也没有办法的 所以我想有些 尤其是汉族人家里 经常烧坏经书 摧毁佛像 家人也非常痛苦 这种现象是非常多的 在那个时候不要苦恼 不要生嗔恨心 这就是作者对我们的教言 今天讲到这里 我们的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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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